海巡署 8号本署有接到台北地址署的通报 通报是成立专案小组啊 专案小组成立你就知道他会脱逃啊 不是他有通报我们是要管制出海 对那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说 这个可能脱逃 还是你这个专案小组开过一次会议就没有再开 他我们接到这个通报以后啊 当然用我们的系统啊 就通报了一线的执行的同仁 那加强来查 所以你都没有任何的讯息 知道说这个相关的这个 可能脱逃的情知都没有 那目前没有你都没有 目前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 目前没有 谢谢那我请教警政署 好谢谢 那个署长辛苦了啊 那我请教一下啊 警政署是什么时候啊 知道说这个罗浮柱可能脱逃 什么时间 接到线报 不管是你们的线报或者是 这个罗浮柱的情知 台北地监署有召集一个会议 对 那这个会议 本署并没有人参加 是通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参加 所以你不知道 那后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医局长 有跟我报告这个状况 然后呢 报告什么 什么时候跟你报告 呃 他是在 呃 3月28判刑确确定嘛 那4月25号发布通局 大概在什么时间 他是在 呃 上上礼拜天 我跟他通电话 上上礼拜天 齁 那今天是25号的话 上上礼拜天 14号 是 那就4月13左右啦 对不对 上上礼拜天早上 好 那你是因为 新北的 我們警方跟你通报 你才知道说他有可能脱逃 是不是 是 是没有错嘛 好 那 那我请这个调查局 請 潘副局长 好 那个副局长 是 这个辛苦了啊 是 那我请教一下 调查局啊 是不是负责这次的监控 呃 我们是在3月29号 呃 接到最高 法院驳回 罗户处上诉以后 检察官在当天 有致电我们台北市调查处 还有新北市调查处 呃 希望在罗户处 道案 发监前呢 希望能够了解 罗户处的行踪 嗯 这是3月20 啊所以你们有没有掌握他的时间 什么时候掌握行踪 什么时候 这个失去联络 我们3月29号 接到 检察官的通知以后 我们就请台北市跟新北市两个调查处 去了解他的行踪 但是一直就找不到人 一直都找不到 所以从一开始就找不到 对 那你们什么时候通报 你们什么时候通报警政署 这个人说 都没有 我没有通报警政署 都没有 没有 没有 调查局这件案件 调查局这件案件 从头到尾都没有知会 警政署 说这个罗户处有可能脱逃 那是由警政署的这个分局 这一个自动去发掘这个有可能脱逃的这个嫌疑 跟我们报告 我们3月29号 接到检察官这个讯息以后 我们请清北市调查处 有跟新店的警察分局 因为在同一个辖区 对 我们有做联系 联系 那什么时候通报啊 我们3月29号就已经通报 没有 没有 不是吗 不是调查局 这个 这个 不是啊 是不是啊 好 那个署长我再麻烦你一下 来署长 尹王署长 来 这个把事情搞清楚 啊 这个委员我先说明一下 好 刚才回去查一下 是4月8号 我跟议局长通电话 跟谁通电话 新北市议局长 4月8号 但是呢 台北地监署在4月13号 有一个公文给我们刑事局 诶 就是说罗夫柱这个案子 就是 所以我们在4月13号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 这个大陆公安部那边有联系 对 然后呢 联络的结果怎么样 不是我们是把这个 4月 4月13号当天 我们就把大陆公安部 我们发发文给他 就是说 呃 如果罗夫柱有可能有可能潜逃 嗯 我是说 我现在不管这个了 是说你们什么时候了解到说 啊这个罗夫柱有可能脱逃 警政署 我们警方应该是在新北市警察局 参加 呃 呃 参加完台北地检署的这个 协调会的时候 那是3月28嘛 那是之前的事情嘛 对不对 嗯 那那这个 这个两位都在这边了 是到底是谁在负责监控 这个罗夫柱 委员 委员 就是 接到警察官的通知 叫我们协助了解 警察官并没有要求 我们调查局要负责监控 所以你们不是负责监控 我们了解他的行动 我们不负责 那成立专案小组 那个我们法务部的代表 那成立专案小组 他不负责监控 那新北警察局也不负责监控 那当然人会跑掉啊不是吗 那成立专案小组 他成立假的 法务部 是谁到底是谁在负责监控吗 大家推来推去都说不是他 包委 因为那个部里有办一个规定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就是 防控行事案件的被告 唐令的联系的作业要点 那这个按照这个要点的规定 的第五点的规定 是由北警的专案警察官 会指会司法警察机关 针对这个受刑人 有关他的动态 加以进行了解 那到底是谁负责啊 你看调查局说他不负责啊 那警察局也没有啊 那到底是谁在负责监控啊 现在到底是谁在负责监控 到底是谁在执行监控都搞不清楚 人当案跑掉啊不是吗 啊副市长 那到底谁负责啊 你们今天他在阳光底下 真的是丢我们这个检掉的脸啊 对不对 没有人承认是他负责执行 没有人在负责 只有警政署在4月19号的时候 派人到罗富朱家拜访 跟委员报告一下 人跑掉什么时候跑掉都搞不清楚 因为那个被告的唐力联系做要点 只是 警察官针对这个要点 来指揮司法警察官 警察机关针对 受刑的没有隐私或是秘密合理其他的行为 跟他的生活情形进行必要的观察及动态的掌握 这个法务部根本是在鬼扯啦 你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9条规定 是执行时 假如这个判刑确定执行时 因传犯被告 这个传犯不到得居提嘛 对不对 但是我请教一下啦 罗路主委 你有没有涉及其他的案件啊 有没有啊 只有这件案件吗 他是有其他的案件 有其他的案件 起诉在法院审理当中 在法院审理当中 按照刑事诉讼法76条 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 你法务部有没有权利 直接进行具体有没有 那个报告委员 要等到4月24号吗 诉讼法76条是针对侦察中的案件 侦察中的案件 生理中的案件 你假如发现他有逃亡之余 你本来就可以发动具体啊 不是吗 你要等到4月24号 人都跑掉了 到国会里面 讲都讲不清楚谁在执行 报告委员那个 诉讼法第469条规定是受刑人 他没有涉及其他案件嘛 我问你嘛 根本是在推卸责任嘛 他没有其他涉及其他案件 侦办 审理当中吗 是有 有 那你假如发现说 他是涉及其他案件的情况之下 他有逃亡之余 你不用根据 刑事诉法第76条的规定 就是针对说 现行法治上有一些没有办法 现行法治 不要推卸责任 不要推委责任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我真的认为说啊 这个真的越大咖啊 越逃 这个逃亡国外的机会越高啊 你们是啊抓小棒大 这些涉及到这些重大案件的这一个部分的这些 不管是判刑确定 犯罪协议人 就这样一咖一咖跑掉啊 是谁造成 是你们法务部调查局跟警政署造成 要不要检讨 这个要不要检讨 跟委员报告 针对现行法治上面有需要修法的部分 那法务部 个案要不要检讨 个案要不要检讨 招了都没事情 个案要不要检讨 都讲不出口 还在推给制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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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